OK,来,观音乐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上午好! 好! 欢迎订阅好! 没吧? 耶! 好了啊,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培训的时候大概在是2019年最后结束 三年时间没有回归到观音乐了 那这里有新朋友,有老朋友 那在这儿我了解一下,有认识田庚老师的来,请举举左手看一下 左手! 左右的部分了 举高举致让我看到你 不错,OK,手放下 好了,那三年时间,你会发现大家说三年口罩事情,过的时间快还是不快? 快! 三年时间过的快不快? 快! 我觉得非常快 那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三年时间我们有没有成长和进步? 这点重要不重要? 重要! 所以说你看,我们就问一下我们自己嘛,这三年时间,口罩三年,我们有没有停止进步? 我们有没有停止真正的成长? 那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因为这三年在国内嘛,我也被封城,封到这个佛山,两个月,一个月,那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在我身边,包括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和精英来讲,他们也有的啊,公司倒闭了,也有的呢,没有工作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反而逆流而上,不断的拼搏, 结果在三年的事件当中,你们知道吗?很多00后,基本上都称为了新一代的霸主,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自己学习的脚步,因为今天我告诉大家一点,永远明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环境和不好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总会有人杀出来,因为你会乱世出英雄,同同意各位? 你会发现啊,在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也在做汽车,但是在全世界,宝马奔驰有没有名,有没有名,太有名气了,中国我告诉大家,就再给他200年,在油车那方面,他也超过奔驰和宝马,都不可能,但对不起,口罩三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比亚迪,现在成为世界里超过特斯拉,各位厉不厉害? 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学习,同意不愧?那这三年,天明老师在干什么?天明老师也在学习,那原来呢,以前在线下讲课,但是现在呢,到线上讲课了,那三年时间,我也同过,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也不断地学习,哎,我也研究,为什么有人在搞这个短视频,为什么有人在搞直播,哎,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赚钱? 后来在有一天啊,我记得第一次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是2020年的1月16号回到中国,2020年的1月24号在中国彻底疫情爆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抬着床的时候,我就想着一件事情,哎,每天大家,哎,都在这刷短视频,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新媒体时代开始爆火了,包括现在在越南火还是不火? 短视频火不火?就TikTok来讲,在全世界都是风靡的,同意吗? 就美国被吓得已经什么,热令所有的老百姓,不允许吓得TikTok了,你就知道这个种病毒式的营销有多厉害,那这个东西来讲,不是说它禁止就可以的,产品本身就带了,带了成瘾性,彤彤一归,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个问题,哎,那我是不是每天躺在船上在这刷抖音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我绝对不能这么干,为什么有很多人通过短视频就赚了很多钱? 所以在那核心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今天我们不能为短视频去消费,我们一定要通过短视频为我们自己赋能,这才是精英的思维,我们应该去提升自己这个境界,很重要,我说的对吗?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尝试自己做短视频,我也不懂啊,但是我第一件事我先干了,那种事情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先去干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中你就会至少有那么百分之一的成长,认不认同? 就这百分之一的成长来讲,可能你看不出来,但是别人能看出来,哎,所以我从开始刚开始去做,做了之后我才遇到问题嘛,遇到问题我看怎么办?我就学习嘛,学习我再学不好,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各位 学习还没学明白的时候怎么办? 再学习 再学习 恭喜你回答了一个全世界最正确的错答 如果我发现我们自己在自己学习的时候还是不行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记住,找比你优秀的人去学习,听没听得到各位? 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平台,叫博商管理,现在中国非常有名 好,不是所有的老师你都能进去的 所以说他有层层过考核的,他是中国第一,就是你能进入这个平台的老师,在中国就是第一梯队的老师了,能听那么贵? 哎,就是第一梯队的老师 所以他们刚开始怎么办?他会录你的两天课程 两天的课程之后呢,他会剪辑视频 剪辑多少?七天时间通过算法就知道你这个人具不具备IP基因,能不能火 七天啊,我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一批来讲是三十多个老师,国内的老师去的 大大小小小小小小都比我有名气的,而且都是我的前辈都去了 但是,各位你们知道,七天之后留下几个人吗? 七天之后留下几个人? 随便猜一下,有几个人? 三个 三个,我告诉大家,七天之后就留下了天明老师一个人 为什么?七天你的视频来讲,我三条视频报了 三条视频,有三条视频报了,每条视频播放量在一千三百万左右 目前来讲,天明老师在中国的播放量 国外的就不算了,加拿大的,美国的,刷到我的就不算了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我现在的曝光量已经达到两个亿了 而且两个亿的曝光量只是现在一个半月完成的 各位,要不要给天明老师掌声鼓励一下 我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网粉丝做到了一百二十万 曝光路已经达到了两个亿 所以说你看,我同一点点也不贵 然后开始去通关去学习 一点点加入最好的平台去成长去学习 大家记住啊,跟神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去跟有结果人去学习 同不同一对? 找到你身边,你看 天明老师现在我只跟三种人在一起 我每年都不断在更新自己的社交圈层 那我只跟哪三种人在一起? 大家听好了啊 我第一个,跟什么人在一起 能使我变得优秀的人,我跟他在一起 第二个,我跟比我优秀的人,我跟他在一起 第三个,我愿意跟我一起变得优秀的人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所以说人生我只跟这三种人在一起 因为人都是环境上的产物 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 同不同意各位? 同意 同意 同意吧 所以说这三年来讲 我们首先问问我们自己 对自己自身来讲 我们有没有真正做到成长 真正有企图心的人 你会放心,他每一分每一刻都不会放弃自己 想去成长的欲望 就像我前天,我落地深圳的时候 中国深圳的时候 我发了一套视频 那是大概是后半夜的两点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来到深圳这个地方就两个字 搞钱 因为到深圳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你不搞钱 跟这个城市的文化就不一样 在深圳的地方没人拼 没人要求你奋斗 因为每个人都在奋斗 没人去要求你赚钱 因为每个人每天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谈赚钱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命没有了,下辈子还有 钱这么多,死了都不敢钱 同意吗 是啊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要求来讲 是格外的重要的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疫情三年 冠军有没有成长有个进步啊 有 有还是没有 我们也有成长也有进步啊 至少有一点我们活过来了同意吗 昧死就算赢 同不同一对 人争一口气 佛烧已不香 今天只要我们活过来 我觉得疫情这三年 我们就是胜利的 但是接下来还这个造型 行还是不行 绝对是不行的 我说的对吗 所以说这接下来的往后我们建议 应该如何去做 这一点很重要 学习七神啊 大家不要说哎天明老师来了 就 灌月未来就怎么样 no 有句话说的好 叫得道者 多助 失道者寡助 但是不如自主者天助 能听懂吗 所以说灌月的未来 还要靠灌月人你们自己 去把他奋斗出来 天明老师来只是助推你们而已 能不能听懂各位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靠自己怎么样 最好 所以说学习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干什么 改变 改变痛苦还是不痛苦 痛苦痛苦 痛苦 痛苦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习惯了 八点自然生活中就醒了 突然有一天我让你五点起床 难不难受 难不难受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习惯了早上五点钟起床的时候 你就至少比那天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的人 多活三小时 同意不各位 是啊 对吧 所以说你要这么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记住 任何的改变带来都是痛苦 但是你能扛住多少痛苦 你能承载多少 因为未来的世界拼的叫什么 叫做逆竞商 这也很重要 所以天明老师来到这了 第一个我会给大家做培训 第二个我会给大家做训练 也就是说我不会像你们领导师 成天跟你们好说好商量的 也就是见到不好的问题 我一定说 看到谁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就要提 你们能不能接受 能 能还是不能 所以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当天明老师还去说你的时候 还是在这个管你的时候 证明你还有培养的价值 听没听到各位 如果说我都不说你不管你的话 你只能随风而来 随风而去 同朋友各位 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记住 对你严厉的人 有可能是最爱你的人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为什么吗 颜思出高屯 颜思出得非常好 还有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希望你发展得更好 希望你发展更好 还有吗 还有吗 大家记住啊 对你严厉的人 是内心当中最渴望你成长的那个人 同不同意各位 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你的成长 就是他看好你 能不能理解 如果经常在你这里拍马 比你说好话 跟你来躺一炮弹 我告诉你 慢慢你就迷失自己了 慢慢你就彻底 这句话在中国的话叫捧杀 就你直接被捧死了 就你成天不练武 比如说你武功太高强了 你武功太棒了 你武功太厉害了 你就 有一万人对你说你武功太厉害了 你就有可能以为自己真厉害 同不同意各位 然后有一天上战场 光潮一讲死了 对啊 对吧 我告诉他 真就是这样的 真就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有人成年对你非常要求严格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带的兵 现在最差的 最差最差的 离开我的人 都是什么 开劳斯莱斯的人在中国 他们曾经不理解我 曾经为什么对他们那么严格 但他走向社会的时候 谁都认为他是人才 我就发现我现在也是 只要我身边的人 大家都认为他是人才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他都经过我严格的训练 能理解吗 各位 唐二老师曾经我做助理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一句话 跟我当助理 在一个任何场合吃饭的时候 不要自己慌张慌张低头 在这儿喀喊在这儿干饭 我说当助理 你一定维护现场所有的人 的水呀 茶呀 酒啊 各方面要照顾好大家 而不是你在这儿埋仇夸杀 把自己干了半饱 能听懂吗各位 我说我曾经当助理的时候 没有一次吃饱饱 最后到酒店自己去煮泡面 因为我一定要有超级面感度 不管在任何事情的时候 面对对方助理 来跟我们抢酒的时候 我说请麻烦你 给我一次人生成老的机会 我都从对方的手里 把酒抢过来 给大家把酒倒上 能理解吗 这就叫超级面感度 客户在那一刻起 我告诉你 不用去谈了 已经被成交了 他发现你训练的人 比我厉害 我必须跟你合作 能不能听懂各位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不是说 我们在做业务 做销售的时候 就是我们 产品技术 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没有接触产品技术 那一刻起 是不是业务员 他见的是你这个人 同不同意 同意吧 你说你个销售 你不懂技术 让你现在光点 就是你还得把你家 寄出来请过来 麻烦麻烦 真正的营销高手是什么 我今天不管你 我看见你 就知道你家产品什么样 我看见你的行为 我就知道你家产品什么样 这才叫真正的高手 对不对各位 所以说在中国来讲 我告诉大家 或者你们了解多少 在中国能请老师 给大家做培训 这叫一种福利待遇 人家老师讲的东西 你人生成长了 这个东西 谁也拿不走 同意吗 是你带走一辈子的东西 认不认同 认同 认同吧 所以说这种来讲 是大家真正的是 不求诡报的一种成长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拿出感恩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黄总 好不好各位 所以说时代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了解 ChatGPT 这个软件大家有没有了解 有 越南伙伴有没有了解 ChatGDP吗 ChatGPT 不了解 人工智能 你们必须要了解 因为在中国来讲 现在是它一个从工业时代的 到了PC互联网时代 从PC互联网时代 现在已经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现在又卖成智能时代 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有个口号 叫通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从中国这个贴牌到中国品牌 所以说中国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文化崛起世界品牌的一个缔造 所以说你们看了现在中国 在国内有很多的动作 所以很多民企业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革 那ChatGPT来讲呢 这个是美国研发出来的 它背后老板是微软 比尔盖茨 那ChatGPT现在来讲 已经问世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就一旦全球应用的话 百分之八十的人 你将会直接下榜 像什么律师啊 医生啊 这个 什么 这个内容官呢 媒体人呢 就全部下榜了 因为你想要什么方案 你一说他直接给你做出来 在美国哈佛大学 二十个学生写论文 有一个人写的论文 写得非常非常好 导师就问他 这个论文你是怎么写的 你分享一下吧 对不起 导师这个论文不是我写的 是ChatGPT帮我写的 不可思议 因为他有了什么呢 这个智能技术 他有了 照以前的智能来讲 不一样是 他拥有了学习能力 连发明他这个人 都不知道他学到什么程度了 能听懂吗 就已经很多这种程度了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万能 是因为他没有背靠一个谷歌 谷歌因为他是搜索嘛 他的信息数据会更强 但是在中国百度现在正在研究 就文心一言 类似于ChatGPT的软件 因为百度是做搜索的 那他的信息数据库会很强大 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所以说未来的劳动力 基本80% 人工智能就已经全部给你解决了 你所谓的所谓的技术来讲 只是看数据库有没有 只要数据库有 你放心 你所谓的技术 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能听那么多 所以说现在一半人在抵制ChatGPT 一半人来拥护ChatGPT 甚至我告诉大家 他会成为人类的终结者 因为人类 就是我们人这个物种 才在我们人世 才多少年 才多少年 都不到一万年 同意吗 就人类这个物种 就在这个T 几十亿年 我们连一万年都没到 所以下一个取代人类的物种 有可能就是机器人 所以有人说 他会不会去干我们 会不会把我们打死 把我们 我说你担心多了 不会的 他会告诉我 这是我们祖先 把我们关在的笼里养起来 听懂了吗 这是我们祖先 就像我们现在抓了原人 你会弄死他吗 不会 你可能保护起来 稀有动物 同意吗各位 所以未来我们有可能成为 稀有动物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世界整个发展速度变化非常快 来自于不断的学习 同不同意 包括今年来讲 来到越南的企业 多还是不多 多 说实话 冠月有没有竞争压力 有 有还是没有 有 必须有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去提升 要提升的话 就必须会学习跟成长 这就是我们得居将心来到的原因 能力见不愧 所以呢 在往后学习成长的日子当中 我相信我们大家相互配合 相互执行 如果我有要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你记住 那是我对你爱的表现 听没听懂各位 好还是不好 好 如果你感觉天不如是讲的太好了 麻烦大家拿起你们热烈的掌声 感谢一下我好 所以鼓掌一定要有持续性 我发现三年咋的手都轮不动了 你说刚才黄总上台 我俩真的上 黄总上台的时候 黄总还没得上台掌声没了 回头 黄总回头瞅眼 这掌声 那我一直说上去了 所以说大家记住掌声一定要持续 它像生命一样 在你的血液里不断流淌和持续 所以说鼓掌对自己 促不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 促不促进 促不促进 促进 所以说你对自己的健康不能漠视 我说的对吗 所以为了灌越的解 你还用这一会儿办事儿的 至少持续五秒钟 从鼓 来 一 我们就看看 有点鼓掌的造型在这儿 那我只能认为这就是你的标准了 同意吗 同意 所以说成年人的世界 永远记住的话 说太多都没有用 你的行为已经代表了你的结果 我说的对吗 认不认同 再多的花言巧语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行为就是它最终达到的结果 同同意 为什么有人愿意听花言巧语 为什么有人喜欢说花言巧语 因为有人爱听了没办法 他听花言巧语 他为什么去听 不就安慰自己 曾经付出那点得失的一种慰藉吗 我说的对吗各位 是还是不是 是是 对吧 心有不甘吗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你们任何人做出的一个 包括今天来开会 有没有穿衣服的 包括几位主管来讲 你们上台发言 有没有时间准备的 包括你们所有的这个事情来讲 我告诉你 那就是你们心目中的标准 在我这里完全不及格 在我这里完全不及格 听懂了各位 就你完全可以更好 完全可以更好 为什么会紧张 因为没有充分的准备 只要有充分准备的人 他一定不会紧张 我说的对吧 对 同步兵 对吧 所以说这两天来讲 我们培训 那不仅仅是天明老师在这里培训 而且是大家所有人的一种成长 这点很重要 所以说我就把这两个的培训的规则和制度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两个培训到底怎么玩的 好还是不好 好 哈喽 你们还在吗 在 好还是不好 好 所以说付出这么大的薰血 包括前期给大家去调研 了解大家的需求 包括公司的诉求 包括现在市场的分析行情 包括每个人的提升的能力 我们冠业不会更好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在今年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冠业 这样的话 冠业来讲 在下一个生命周期才会更加延长 记住一点 没有人会是跟谁干一辈子 这点是事实 第二个来讲 也没有说哪家企业能干成这个上百年 是传承的人 那太少了 我说对吗 之所以有的人能不断的突破 是因为有什么 在每一个不断的生命周期怎么样 他进行了一个突破和一个真正的成长 所以这两天的培训 我们一会儿要打乱分组 现在是多少人 没有人了吧 是吧 没有增加的新人了吧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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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是大部分 大部分 那一共是多少人 现在是五十多人 现在立刻确定下午集合到底多少人 在下午两点之前没来的就不用来了 中午就立刻把这件事情做好 其实我有件事情 有的时候一对接这边 我是上个月来的 已经找了两家三家那个设计 广告公司 但是他设计确实是不好 一直跟那个汤圆沟通 然后他们设计出来的效果 确实我们不接受 然后现在又找了另一家 记住一点阿局 行有不达反求诸己 什么意思 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出 最终的想要的结果 一定先反省自己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这 大家记住啊 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来到冠业院 你是来创造价值和解决问题的 同不同意各位 不是来听你解释的 我说的对吗 对 同同意各位 所以说每一个人来到冠业院 你们是来这里创造价值和解决问题的 否则都听了解释 那大家别干了 那我问你黄总 如果三个月跟你们开公司 黄总说最近我 需求人钱紧张 你能接受吗 能吗 他最近这钱拿去请天老师吃饭了 所以说你们公司严谎三个月开 能不能接受 基本的问题 我说的对吗 这是你拿公司的最基本的理由 是还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你看今天早上发生真实的事 有人给黄总写了一份今天上台的致死稿 看了一眼我觉得不行 然后呢 李总让我给你写 我已经给你写了 曾经给你写了一年多稿了 这是谁做的事 助理做的事 这应该是秘书做的事 同同意各位 不应该是天明老师做的事 我说的对吗 同同意 能理解吗 哪怕你整天行的 你整天堂上到大爷 那都可以 天天喝的都可以 啊 关键是你能够解释这个事 这点很重要 对不对各位 对 同意吧 同意 所以说做事情一定要有标准 要严厉 要严苛 下午两点钟人不到齐 pass 不管是谁 这算你人生的一份 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下午两点给我确定多少人 我们要分组 这次分成组 每个团队打乱的 不是你们部门 就在你们在一起 在这两天的学习当中 分组之后怎么办呢 大家记住最好的团队 是下马出来的 还是赛马出来的 下马还是赛马 赛马出来的 我说对吗 不要看现在啊 除了前面这些 除了黄狗人 我换不了了 没办 其他人都可以换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发现一些种子的伙伴 未来要对你进行培养和提升 还有晋升 不要疑我疑问你 王老师 我这挑完了 我这到这主管 没有晋升 一定有晋升 如果没有 我走 黄总爱找贼找贼 能听懂吗 各位 我来了 我保证你一定有晋升 能不能理解 冠阅 我在这里说句话 别人说你们不信 我说你们就行 冠阅是大家的冠阅 如果创始人没有这个决心和信心的话 他不必找我来 听没听到 各位 这也是我谈的条件 能理解吗 各位 所以说这个冠阅来讲 一定就是大家平台的冠阅 所以说你有能力 你就使就完了 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两台的选择 我要看到一些是你的潜在的东西 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分组之后 我们领夺十万 他说你呢 多多一善 当时这个刘邦就生气了 为什么你我只能带十万 你却多多一善呢 当时你看这个刘邦脸色就特别不好了 哎 还就是说 你说是冰 你是负责带酱的 你带酱多多一善 我带冰多多一善 所以黄总呢 擅长带酱 他不太带冰 能听懂吗 所以不要觉得 黄总分到你们团队去就是什么好事 有可能他还拖后腿 对吗各位 对还是不对 对 因为我这两天业务能力看着吗 就是我这两天所有讲的东西啊 所有的流程提高 必须你们要背下来要通关考试 可能我这堂课讲完之后 我立刻就提 我就提问这组 我会给你时间背的 你背背下来 对吧 你没背下来 那对不起你一组就扣分 那这个时候别的可以抢 你抢你背的你就加分 能听懂吗 哈喽你们还在吗 在 因为分组 比如说你们回答我的声音啊 你们鼓掌啊 你们这个状态啊 我有可能没场 随着这个 我就加分了 五分十分二十分都有可能 听懂吗 比如说我觉得 这桌 哎 又要导语分组嘛 我觉得他状态好 就加二十分 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好 我就加二十分 能不能理解各位 理解 那每一个组来讲干什么呢 那加分就分了 反正分无所谓 有所谓 一会我要收PK金 每桌 每个人拿出一百块钱 PK金 那一桌十个人的话 就是一千块 我说对吗 听不听懂 一千块全销鬼大会主席台 最后 如果十个组 每组一千块 这个就多少钱 一万块吧 一万块和越南盾是多少钱 三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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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懂了 最后这个钱会给到谁 会给到小组的最后前三名 前三名怎么分开的 冠军那个小组 直接拿走百分之五十 五千块人民币 听懂了吗 好 亚军拿走三千 第三名拿走多少钱 两千 两千块 两千块 两天学习 又能学习又能赚钱 这事好还是不好 好 那有的时候 拿一百块钱 就一百块钱学费 听没听懂 各位 你就是给学区好的人 怎么样交学费的 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 哈喽 你们还在吗 更夸张的是 如果你得冠军了 不仅拿到PK金 而且总部还另外再讲出你们团队 三千块钱人民币 好不好 好 然后亚军再奖励 两千块钱人民币 第三名来讲奖劫 一千块钱人民币 行还是不行 行 所以说我们冠军 未来的话就是 是狼的你就吃肉 是狗的 走千里你都吃屎 没办法 听不听懂 就是能干的人 你就多赚钱 我保证你可能住豪宅 开别处豪车 不能干的人 同样一个平台 有可能你那饭 你都快吃不上了 这就叫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没办法 因为冠军需要今天 三年了 我们需要这一点 是还是不是 是 比如说老师 那我 我抽签 我们队可能少一个人 或者我抽这个 好像都很弱 没办法 这就叫运气 人生成功 有没有一部分运气所担 有 有是没有 所以别抱怨 今天记住 发牌的是上帝 打牌的是你自己 对吗各位 同意吗 对 发牌的是上帝 打牌的是你自己 所以说你如何能把 一副坏牌能打好 那你就是高手 我说到对吗 同意 同意 老师呢 我这个人 那可怎么办呢 还有一句位责 可以挖人 诶 每个人可以挖人 晚上我不管你 是发个信 还是发个短信 还是打电话 还是请他吃饭 还是给他送点礼啥的 可以挖 听到了吗 你连对方团长 和政委都能挖走 那你太厉害了 听不听得过来 而且挖人 你们还加分 能不能理解 你能挖到就算你厉害 可能有的团队 慢慢变着变着 就人越来越少 有的团队变着人 就越来越多 这个很现实 这就是市场 我说的对吗 同意 同意 对吧 你别不好意思 我跟他 那你不好意思 就跟你所在的公门似的 你永远跟着他不赚钱 完了耗掉你的青春 我说的对吗 同意 同意 你得对你自己负责任 是还是不是 是 那就说完了 老师啊 最后一天同 团队倒数个分数 怎么办 好 我们还会给大家一次机会 叫逆风翻盘的机会 因为我平时加分是五分十分二十分去加 能不能理解各位 五分十分二十分去加 所以说在最后一天 每个小组 首先要派人上来分享你两天的收获 这两年的收获来讲 第一要分享 第二个 你能把学术的东西整个天高老师讲啥 你能复出出来 这种来讲 你觉得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有五十到一百分可以加 你团队上来分享的人越多 你们加的五十到一百分就会越多 能不能听懂 这叫什么 逆风翻盘 也就是说你最后你会发现 你业务能力要超级突出的话 也是可以掩盖你其他的缺点的 听不听懂各位 如果大家这样能把冠业集团干得上市了 而每人持有股票的话 那大家不来也行 躺家里也行 听不听懂各位 所以说有这种就是躺赢嘛 躺赢过一天不仅仅是学习 更是一种商业的一种实战 也能看出很多人你的带团队的能力 你的领导的能力 你的业务能力 到底突出不突出 永远记住啊 拿出证明 无需说明 我说的对吧 对 同不同意 对吧 所以说就刚才就这种状态回应的话 每一组都得扣分 如果最后每一组都扣分了 付出了 钱给我 听懂了吗 如果最后你们都被扣没了的话 那钱就归我了 那老师那是谁来评分呢 我 公不公平 市场就是这么不公平 就我一人说的算 听不听懂 所以说你们最好保持我有一个什么 愉悦的心情 好心情 你看 就像这种超级敏感度的 要在比赛开始就加分了 你们那些跟风的就废炮了 能理解吗 所以说我希望这两天啊 拿出你们的超一流的敏感度 然后一会儿的时间呢 由我们的汤儿老师给大家这个抓鸡分组 然后分组之后 大家把你们的岛屿摆好了 摆好之后 每个队就形成了 行成之后 要选出你们团队的政委和团长 然后选完之后 要去你们的队名和队乎 哈喽你们还在吗 在 OK 有没有听不懂的 没有 是不是都听懂了 有一些 我再说一遍啊 一会儿汤儿老师带着大家 所有的人啊 也没来的人怎么分组啊 那个不用考虑 我来考虑了 那你不用管 然后一会儿呢 你们就会分组了 分组了之后呢 分完组之后 你们就先把你们这个桌子 改成岛屿式 理解吗 改成岛屿之后 你们团队就开始自己匿名投票 选出团长跟政委 听听懂 团长和政委之后 开始想起你们的队名和队乎 队名和队乎 起完之后 每一个团队来讲 上前来给我喊 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团队展示 就喊好你们的队名 喊一下你们队乎 这个 这个团队展示的时候已经开始 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加分了 能听懂吗 然后该负责这个白板呢 给我标准的 给我好好给我画一画 就这种造型 我都想把这白板炸了 能听懂吗 所以说这就是一会儿我说的标准 然后呢 我们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准时 给大家剧情收客了 上午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些事情 一会儿让蔡老师给大家处理好 好吗各位 好 那接下来用热解掌声 有请蔡老师 我们再次把感恩掌声送给蔡老师 感谢蔡老师和蔡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阿海报音乐 别走 别走 人齐 齐走 人齐了啊 来可以 听我讲啊大家 好 现在 现在听我讲 哈喽 大家现在 好 听我讲啊 要不然我真的开始扣奔了 还没得分先扣奔啊 先扣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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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走 看一份 对对对 对对 来 我开始了 听我讲啊 听我讲 现在你们 记着美组的人记住 他原来是在清扣奔了 我来记住吗 啊对 对 你等会儿我记着了 我说一二三 行动之后 你们再开始行动 错了没有 谁的 下午五 来我们有请下方式来接上 大夫好 好 好 OK啊 为了提下我们任何任务的时候 当我们开车去做事的时候 大家记住啊 只有主持人或者说我喊 一二 大家拍手喊行动 这事儿才能去执行 能理解不各位 可以 可以 能能理解 可以 来我们演示一下 一二 忘记拍手了 又没听懂 拍得没有 再说一遍啊 当我喊一二 你们一起拍手喊行动 这事儿才能去执行 能听懂了各位 可以 来再演这遍 一二 行动 拍一下就好了 再来一遍 来一二 行动 第一个禁键 谁来 禁键 谁来 好 我们现在是十点 十一点 我们在十一点半 要把团长 政委 和对名 和称 口号 都要交上来 交到主持人这里来 收到没有 收到没有 最高禁键 禁键 大家 给大家已经取完的 可以在下面练一下 好不好 一会儿从一组开始 大家收到没有 好 可以开始了 这时候由我们团长喊 口号是 我们所有的队员说出口号 最后加油加油 yes 收到没有 现在开始练习 我们十一点二十开始 正式开始演练 我们十一点二十开始 正式开始演练 你说 拿团长座 先给你说 很快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Girls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和飛躍變化 加油!加油! YES! 我們的口號是 冠軍球兵 國際強風 加油! YES! 進去 討厭自我 加油!加油! YES! 突破發展 加油!加油! YES! YES! 從現在開始我們團隊展示 我們正式有了自己的團隊 有了自己的那個口號和對名 展示團隊風采 我們從現在開始 打分由我們天高老師來打分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是逃離痛苦 追求快樂 所以有一個規則在這裡公布一下 我們是前三名有獎勵對不對? 對! 那麼後四名有懲罰 第四名呢 男士40個服務生 女士40個蹲起 第五名50個 第六名60個 第七名70個 說到沒有? 是美人 是美人還是一個? 美人 收到沒有? 收到! 好! 那我們掌聲有請一組進行團隊展示 我們一組別開始 掌聲有請 我們圍成一個圈 圈成一個圈 扇出一個男手 把手扇出來 戴在一起 對 我們一會兒要學它喔 對 戴在一起 我們一組 對 我們一組 我們的對名是 一路是對 對 我們一組 我們的對名是 我們的拔發是 重致上车 飞越电风 加油 加油 非常好 下十分 有请二组 我们的三组开始准备等待了 我们的对比是 安全进行 我们的口话是 安全进行 突破大战 加油 加油 第二个不错 加五分 我们有请三组 我们的名字是 我们的口话是 安全进行 无人登记 消息消息 好 第三组 加十分 我们有请四组 五组做准备 第四组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对比是 孟师队 我们的口号是 千亿以赴 教练放强 加油 加油 耶 大家好 来 第几组 第四组 第四组加十五分 我们有请五组上台 第六组做准备 我们是第五组 我们在对面是 成功业与队 我们在口号是 办理家成功业 迎戚参考 加油 加油 耶 好 加十分 来我们有请第六组 第七组做准备 我们的口号是 我们的对面是 赵越队 我们的口号是 环节进取 赵越自我 加油 加油 耶 我们有请第七组 我们第七组的对面是 赵越队 我们的口号是 永远之间 加油 加油 耶 好 我们团队展示结束 我们掌声有请天明老师 掌声有请 你看这边都掌声有请天明老师的 你们这边还在这儿看分儿呢 没有掌声吗 要 来 伙伴们大家上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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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跟上午刚开始撞的一样 所以大家发现啊 人需不需要被训练 要 要 还是不要 要 人需不需要 被训练 也被要求 你会发现 你才会真正成长 我说的对吗 对 同不同意 同意 你说这会儿别人看见我们官业 是不是一个团队 是 跟早上的感觉一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说的对吗 对 所以在这儿大家不要看阿菊 我发现 阿菊你现在非常有魅力 阿菊你记住了 今天所有的季度分数 加的简单是要累积加的 你不要说加完六百货擦掉了 最后你要发现 我要再发现你分我算错了 这些工资归我了 你的 我发现得给你制定个机制的 不给你制定个机制 发现不行 所以各位大家看 我们每一个伙伴 现在我们自己都有了自己的团队 有了自己的团长 有了自己的政委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 整个团队的灵魂就存在了 我说的对吗 对 同不同意 同意 每个队的团长和政委 是不是你们自己算出来的 是 是啊 是不是 是 好了 我说了 上帝负责 发牌 打牌的是你们自己 我说对不对 对 如果今天你们在这个团队当中 最后你们没有拿到 你们想要的结果 或者没有实现目标 你们怪谁 对 因为都是你们选的 同意吗 所以说你们自己选完之后 你就千万不要说 哎呀 他领导什么 你看自己就行了 因为那个人也是你选的 就跟你选了老公之后 你满一老公 别的 你自己选的那个老公 我说的对吗 对 所以说一定是 那你说你为什么会选错呢 因为你的任职太低了 你不会发展潜力股 我说的对吗 同意 同意 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团队啊 记住 现在是不是暂时的 是 是啊 是不是 暂时的 因为有可能 他就被他挖走了 他就被他挖走了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每一个团队 我要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你们每个人的企图心 看到是你们想上进的决心 想拿第一名的那种决心 所以说刚才唐尔老师也制定规则了 人生你会翻动力源于两点 第一个叫追求快乐 第二个叫做逃离痛苦 所以我给你们追求快乐的方法 是给你们做了奖金的奖励 我说的对吗 对 想不想赚这个钱 想 你看学两天一席 赚得盆满钵满 回去传队一聚餐 美不美 美 太美了 那第二个来讲 叫逃离痛苦 什么叫逃离 不能说躺平 反正我这个造型了 我也 我们也追不上了 放弃了 那不行 记住 有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有 有是没有 有 一定是有逆风翻盘的机会的 所以说这两天学习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好好记 尤其在晚上 你们好好背语 好好去演练 你看刚才为什么 这是第几走 第四走 我也能够加了15分 你看他感动了 他有互动 第一句话怎么说来的 刚才 然后回答一个 你看 这种是不是创新 是不是创新 有创新就要给奖励 我说对吧 第二组 准备呢 其实我看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特别好 我说对吧 那没办法 对吧 你看很多人 奥运会冠军也是一样的 平时你看准备挺好 但是一到场上就不行了 说明什么问题 心理素质 听懂什么 各位 我说业务技能 是一到上去就漂亮了 平时台下可厉害了 台上就完蛋了 那肯定不行了 所以说呢 我们从第四名到第七名 来讲 我制定的是 你要获得第四名的话 对不起了 你们全对 男生 每人四十个 佛生 女生 每人四十个 顿旗 听到了吧 因此 五六七 如果有第八组的话 那就 第八组 获得第八名的话 那你就有八十 刚才他来说 是不是 太多了 你看 我说这就叫痛苦 如果不多 能叫痛苦吗 我说听吗 我让你做三个顿旗 三个佛生 有意思吗 没意思 人就是不断地 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同不同意 所以说天安丽老师 跟大家 一定记住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 就是磨练 之所以你没有经过磨练 所以这么多年 你会发现 很多人努力 但他成不成功 成不成功 不成功 因为他的维度 没有上上来 所以说永远在做着 低水平的重复 人一旦坐在一个维度 做着低水平的重复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跟一台机器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说的对吗 各位 对 所以说你看人家 如果是团队 跟他一起哭唱 就加分了 自己也就不行 所以说你们记住 天安丽老师 每次上台 你们的状态 关于我的程度 我有可能就加分 能听懂吗 各位 你们主动回答问题 有可能我还加分 所以说你们记住 加分一定要保持 我心情愉悦 能听懂吗 各位 哈喽你们还在吗 一定使我愉悦起来 你会发现 诶 你的分就来了 钱你就来了 所以你们看天明老师 就是钞票 就听了 就明白了 能理解吗 能 你看就这种回复来讲 一点都不是我想要的 有可能 以后再有第三次的状态 我可能就要扣分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看太棒了 超能力还是好使啊 好了啊 那今天从上午呢 我们整个分配来讲呢 现在就到这了 下午呢 我们就要营救我们的 学习的这个阶段了 我说了 学习拼的是业务这个能力了 所以说 对于团长来讲 你不用想 到时候逆风翻牌 你肯定要上台分享的 对不对 你的分享 为什么有五十分到一百分 五十分来讲 是指抒发你自己的 学到的东西 和结合你未来 要怎么去做 听好 这个是要记下来的 我评分标准 我评分是有标准的 就你这两天 学完的东西 你学到了什么 既然你学到东西 你怎么去应用 你怎么去干 这是一个五十分的标准 什么叫一百分的标准 你能结合 天明老师这晚 他所有的把我的 逻辑框架 都能够背起来 比如说 我要讲 哈佛六句校训是什么 你能够说出来 对吧 你如果双十训练机办法 你能够说出来 那这个来讲 你的分级会更高 能听到吗 那有可能是一百分 甚至是两百分 能不能记住各位 能 哈佛你还在吗 在 所以说这点非常重要 到业务板块的时候 因为我永远相信一件事 人你既都记不住的话 很难做到 同不同意 同意 对吧 所以说你看 今天上午 我们李林李总 出街做业务了 回来了 还不错 李林李总 第一个回来 融入了第七组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美女 孤独的灵魂 无处安放了 来抬头看我们 来 哈喽 怎么钻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看 不用尴尬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说 自己说有没有 那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 好不好 是不是不好 所以说人是需要 归属感 人是需要团队的 我说的对吗 同意团队 同意 你看他那时候 自己孤独的 一做 整个最孤独的 就是咱俩了 你没发现吗 一组欢迎你 记得了吗 一组欢迎你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多出一个人 那下午来讲 到底确认好 还有没有人来 还有多少人 两个人 就是三个人 三个人 就是三个孤独灵魂的人 他谁抢吧 这一家分子 不用抢了 我不是认为 我觉得三个人 人少 防队力量更强 里面林总说的非常对 然后里面林总过去 也就是后来那组 组成一个队 后来那组组成一个队 后来那组组成一个队 那你们一开始就是 你们没有花有钱 我有花有钱 听懂了吗 市场就是这么不公平 你们还有三个人来吗 那里面林总 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赢的话 你们唐队来讲 需要那些什么 请假的 回家的 你有能力 让他下午也过来 自己把它发展 或者挖人 对吧 你挖人 你想想 他们是几个人 享受那些 你们俩人要赢的话 你们俩人想那些奖金 那多嗨呀 同意们各位 同意 虽然这么看 但你们几个都被人挖走了 那 该次就变成 那我就不管了 所以说中午的时候 大家 我建议大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尽量都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吃饭 黄总安排饭了吗 可以啊 就我自己想收集了 然后你们一定入组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出现的 从中午的吃饭 到晚吃饭 大家都要在一起 好还是不好 好 好吧 然后我跟李林李总 他们团队凑合一口 得了 李林李总 你得到了我的关爱 一会儿我陪你们中午吃 好了 那今天上午呢 咱们就先到这块 然后呢 那个服装没有统一的几个伙伴 干脆我们给提示 什么原因 服装 完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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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不适合还原人穿 有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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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咱做宽松点 做孕妇版的 我问你看人家借口找 借口找得多好啊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提醒 以后就做所有的女士来做个宽大的 孕妇版的 谁还原来发法 大的穿上 所以我不希望啊 咱们是一个团队 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同意吗各位 同意 我不听理由借口 因为上午我不了解啊 所以我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不行穿男士的 男士的大 同意吗 可以 男士我穿肯定不累 解不解决问题 解决 解决问题了 听懂了吗各位 因为你说大家都穿统一服装 但是你们不穿 显得特别不美 能理解不哈 不是很美 是特别不美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保持一致性 好吗各位 好 那上午呢 咱们就到这儿 下午呢 我们是 1点20 1点半开始正式受课 1点半到5点半 是越南时间吗 下午就1点半 准时我们 我们1点20 老师你是1点半 然后1点20 我们准时入场 好吧 我们1点20入场 开始实际展示 OK 好 那就接下来我们就 行动吧 1点半一块 祝大家 1 2 3 还是被醒过来 1 2 做淘宝也好 天猫也好 蚂蚁金服也好 包括做菜鸟也好 他每一部来讲 都是把自己的规划 做得非常清楚的 能听懂吗 而且马云来讲 你说 他一个杭州示范 一个非常普通大 一个大专院校毕业的 一个学生 而且你说他学习有多好吗 没有吧 但他有一点 他做得太牛了 也就是人生 人这辈子你发现 有两种人去成功 但是维度不一样 第一个是把事做好的人 第二个是把人做好的人 一个叫搞定事 一个叫搞定人 搞定事的人 他只是在他的业务领域 能做到最牛 但是搞定人的人 他能创造一个帝国 同意吗 同意 同意吗 所以你看马云他做任何事情 先干啥 先物色人才 也是我们去日本游学的时候 丰田汽车说过一句话 丰田汽车之所以能持生百年 因为遇人造物 搞出什么样的人来 才能成就什么样的事 所以说真正的高手 你会发现 他永远用人才的杠杆 来撬动自己休闲的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往往作为精英来讲 我们面对人才的时候 我们真正没有做出我们自己 真正的胸围格局 所以就把自己一天搞得很忙和很累 我说的对吗 什么事情我都自己来 什么事情我都自己谈 什么事我就自己搞 你没有时间 你看似自己很忙 但是你忙的效率不高 同意 对吧 所以你就没有那个闲 没有那个闲 你谈何幸福 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看着那些欧洲人 每天干什么 再去诅价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东方人 就是我们亚洲人来说 是最努力的 大家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不清楚吗 是 我们亚洲人是最疯狂的 你看啊 美国人干什么 搞技术 搞研发 搞品牌 搞出一个耐克 让中国人去生产 让越南生产 然后90%的利润 他们拿走 剩下的百分之十 留下来中国人和越南人 还有印度人 同意不够呀 同意不够 人家就搞个勾 你们去加工了 同意不够 人家搞出个苹果 哎呀 不棒 非常棒 对不对 所以说让大家才看到 我对这个团队未来是有信心的 对这个团队未来是有信心的 所以说大家对有钱有闲 这两个有理解 第三个就是有人 什么意思啊 我见过太多有钱人 孤独孤独孤独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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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大家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 家 家里 有人说家里 家里就你一个人家里还美吗 那就叫房子 同意吗 你觉得马尔代夫很美 那你去吧 你自己去 你看能待几天 同意们乖 你今次觉得新加坡很美 那你去你看能待几天 比如说黄总 那等我们真正六十岁 我要带他干什么 对吧 首先第一事咱俩去闻个身 对吧 青龙白虎一闻 对吧 穿上机车戴上机帽 骑着摩托我们游一圈 行还是不行 行 哎 你看度假 现在的中国的老年人 不叫旅游 叫流浪 一种欧国十国游 有没有这样的 七天留十个国家 一天就得跑俩 你说那叫旅游吗 不是 那就叫流浪嘛 然后我为了找个整 我再给他五毛钱嘛 他应该找我多少钱 五块钱 是不是都快四 你们越南会算这笔账吗 会 会 但是你要到后面你试试 你给他十块钱 你再多给个五毛 他就纠结了 我算错了 这五毛是小飞 不能让中国人口客户 不可能给交费啊 他就纠结痛苦 这五毛钱到底怎么回事 听懂了吗 然后拿计算器 再给你算一遍 因为你要去赌场 你就看着了 欧美人就拿计算器 在这算 对吧 我们是不用的 他一算十减五块五 十得四块五 那这五毛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纠结 他就不会了 所以说你说 他们的脑袋灵活吗 他们是不聪明的 所以说他们呢 来自家庭非常不容易 他们守护这个家庭 是这个概念 但是东方人不是 我们守护的是家族 同学们会 我们是不是有亲戚朋友 我们是不是经常走亲戚 亲戚 你发现一到有大在那里 一个家族就开始抱团了 我说的对吗 杨家将 是不是杨氏家族开始了 同同音 所以说以家族抱团 跟家庭来讲 那就不一样了 是还不是 对吧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东西就是差别 为什么东方人 跟西方人来讲 我们有很多成 很多事情 干起来不一样 所以说你看 国家可能有的时候没钱了 但每个家庭 还有没有钱 有钱 拿出的钱 基本都能吓死你 你都不能到他 什么时候找了这么多钱 能听懂不过 所以他抵御风 批评指导来讲 你的思想健康 一定是正能量的吸收 哎呀 又麻烦你 又给你添麻烦了 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要有一颗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感恩之心 所以说大家平时 我建议大家 就是有什么事情 在未来 保持一种思想 最健康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学会 在公共场合 大家一定记住 公共场合 对任何人 要学会说好听的话 说捧人的话 听懂了吗 私底下来讲 去讲纠正他的话 听懂了吗 然后开会的时候 去谈解决问题的话 就你开会的时候 可以把你所有的抱怨 都可以说出来 知道为什么吗 可以解决 需要解决问题 需要解决问题 第八组来加五分 第二组加五分 那是第几组 刚才那组是第几组 第六组加五分 我告诉大家 有一点大家已经清楚 当时我有啥事 老师那我不说 然后互相在这传小话 千万不要这么干 因为你说你跟他说 比如说今天我跟星星俩 我俩都是公司信赖的员工 我对公司不满了 我跟他说 他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不能 他能吗 先进你说咱俩 比如说今天都来 都刚来关院 然后有啥不满的 我跟你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跟你说吗 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 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 因为我洗别人脑洗不了 我只能洗你 听懂了吗 光我一个人错的话 那就是我错了 我拉一个下 我俩错了 那就是你的错了 能听懂吗 所以他在他心中 他觉得你还不如他呢 所以他跟你传播负面 能理解吗 能不能听懂各位 所以当跟你传播负面的人 你说 他跟你跟他说 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说你跟他说有什么问题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所以开会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把你的吐槽 抱怨说出来 因为你开会的时候 都面对你的上级 对吗各位 你跟你的上级说 那不就抱怨和负面 那叫什么 建议 你要跟下级去说 那就是抱怨和负面 我说对吗各位 对 所以说你一定知道 不好的事往上说 别跟同级说 也别跟下级说 能听懂吗 所以说大家 不过传播的东西来讲 不要搞错了 这就是思想不健康 思想不健康 我永远想把一些 不好的方向 不好的话全传给你 然后恨不得你 让你去再传给别人 不要那么搞事 对吧 很多这种事情来讲 都是在职场里 就是这么传牌的 我告诉大家 这会死人的 能理解吧 我太清楚了 你们就包括 如果有关注我的抖音 或者快手视频号的 你们就说 我的评论我都不敢看 不敢看 骂我的太多了 那真的骂得我太多了 几天天骂我呀 能理解吗 那我能去艾克去解释 我解决不了啊 那我一条视频 曝光都一千多万呢 那我能去艾克去解释 我解释不了 我说的对啊 我解释不了 对有的时候可能 出一条视频 那还是有骂的 对吧 所以我就发现一点 骂越骂越有热度 越骂越有流量 不怕他在骂我 也不怕他骂我 就怕他不关注我 能理解吗 所以有时候 被骂一骂 感觉挺好 所以我看现在谁骂 我觉得我还挺火 没人骂 就可能过气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的伙伴来讲 记住 永远都会保持 自己思想有个健康 因为这样对你来讲 是一种幸福 我说的对吗 同不同意 像你吸收的东西 也非常好 所以说人生 大家一定记住 实现这终极的幸福来讲 这五条路径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什么 有钱 有闲 有人 有家 有健康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人生实现终极幸福的五大路径 要把它给我背下来 要考试地 好了 那这五大路径 要实现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自己首先要变得卓越 我们可以看这位称 一个人优不优秀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看态度 看的是什么 人的意愿度 本来下午我都想和李林 李总了 我说你想不想 八祖要不要开团 我要问他 想不想开团的时候 是不是就问他 意愿度的问题 因为他中午他不爽嘛 同意吗 那我就问你想不想 这是意愿度的问题 同同意 你先别管他行不行 你先有意愿 因为大概就是意愿度这个事是最难交的 方法不会可以交 意愿度他不想的事 那这个事你没法看 我说的对吗 各位 哪时候已经下午一回来 你看一下李林 就这执行力 绝对是中国最顶尖企业家的代表 最顶尖的特质之一 已经加过了 因为我昨天跟黄总说了 我说现在全世界中国人去到哪里 哪里就害怕 他说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有两大特质 我们号称这两大叫做态度 第二个就是方法 什么事情呢 不能忙干 有意愿度的话 同时我们一定要有方法 要有流程 比如说现在冠业缺什么 冠业缺不缺少 招选预留人才的整个流程 缺不缺 非常缺 第二个 我们缺不缺一套 整个大客户谈判的 整个业务流程 就来一个新人 比如说我们黄开森黄总 他有一个谈大客户 非常牛的一个 咱们说套路也好流程 那如果他们把这些 关键动作的指标 提炼出来形成流程 让所有的新人 不断的去训练的话 就算他达不到 百分之百的黄总的水平 那百分之六十 是不是也行 同意不乖 你一月赚一百万 我们赚六十万也挺好嘛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但是你看这些东西 需要去提炼 需要每一个真正去干 那这个时候就更清楚了 所以退潮之后 方知谁在罗用 最后一个叫做热情 什么意思 就是你跟随的人和做这个事 你必须发自内心起 特别喜欢 人你不够喜欢 就很难进行坚持下去 同意 同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 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找到自己的乐趣 所以说这里我们的行政部来讲 有时间了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的行政部来讲 一定要把我们冠越的整个文化 要把它建立起来 导入进去 也就是说 冠越应该是一家应该有文化 有生活的一个企业团队 而不是每天大家就是蛮多苦干 然后喝酒盛行的一种文化团队 那肯定不行 我跟黄总 包括咱们这些股东领导员 在这里 2014年我去了 华为大家有听说过吗 有 华为听说过 2014年的时候呢 我跟李林李总 我们和巴林后起一家经纪 我们去到华为去学习 但是在华为学习的时候呢 就学到很多东西 那华为的团队 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 那其中有一套理论 叫双十训练基本法 那这套双十训练基本法呢 我觉得对于团队的培养和训练 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说呢 首先念头态度 他讲的就是十大心态 念头能力的话 他讲的就是十大能力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想走向卓越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态度 在这里 华为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的企业了 是不是应该算是世界一流级的企业了 OK 那他们到底具备了哪些的心态 大家的态度 他们到底具备了哪个的能力 今天我就全权地分享给你们 各位你们说好吗 OK 十大心态 第一个 叫正面积极 永远正面积极 我的那个打印是什么 这是我的奖励吗 这打印 就这一辈吗 我都无语了 这还取样 我这 发现 今天我们在一个职场当中 面对领导 他要涨工资的时候 他是愿意给积极的人涨工资 还是给消极的人涨工资 给积极的人涨工资 那你平时积不积极 其实在老板心目中 他是打分担 能听懂不归 你不用他 有的人有没有这种人之常 你看我这么有能力 他都不如我 为什么领导什么好事都想他 心里觉得感觉不公平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就是有的人耍小聪明那种心态 平时一点点脏活苦活累活 你都没出现 那在领导面前 就他对你来讲 就觉得你没有贡献 就不信任你 能听懂吗 就你感觉怎么样 给人不踏实 理解吗 那些勤勤勾勾 踏踏实实去做事的人 一点点 在AFC工作 我干那个什么工作 叫腌制 大家知道吗 知道 就那个腿肉里去腌制 腌制 所以你今天卖的量 就是那个总配会有 腌制基本上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从早上七点能到晚六点 少的时候可能下午 我那时候必须要请工具 去做这个事 那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一小时 是四冠一毛钱 就和人民币 在我们人生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同意吗 同意 那这个时候你看 你人生是怎么选择的 所以我就问大家一件事 人生人要听谁的话 自己的 如果你听自己的话 你认为你脑子里 现在东西都是对的 那为什么现在 不是你人生想要的结果 你看你思考 人家说我要听自己的话 我要做自己的事 我脑子里东西都是对的 黄总怎么不对 你怎么不对 如果你都认为你脑子里 现在东西都这么对 为什么你今天活成这个造型 自己的想法还不对 自己想法还不对 非常好 来第几走 加五分 我永远有结果的人的话 只有有结果的人才能教你如何创到结果 只有第一名才能教你 以往你们都选择听八百的 同意吗各位 对啊 对不对 对吧 大多数人都选择去听八百的人的话了 是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 任何人当你给讲话的时候 你要听 你看一个人这个结果 他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我说的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认真去思考 所以说是负债性的朋友 他是无处不在的 就有的时候你容易被他催眠了 能理解吗 容易被他催眠 跟你站在同频的角度 能不能听懂吗 容易被催眠 这个东西很麻烦 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经常在你耳边说 哎这个人不要尽量说说 你就觉得这个人真不行了 所以这种人 把对话记得了 要学会净化你的圈子 记自己 150定律 150定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 这一辈子你最多拥有的朋友数量 不会超过150 不会超过150 就是又能叫出名字 又能知道干啥的 不会超过150 经常联系和在一起的 不会超过20% 还得说你先有的150 在一起吃喝一个饭 一个月至少能在一起吃喝一个饭 现在你的技术朋友的名字 现在在本子上都写的 有多少写多少 来立刻 就一个月啊 你俩至少会吃一次饭 你说一个月 都连半个位吃 我只是联系怎么算 你同学啊 朋友啊 对吧 你都在写 客户不算啊 同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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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按你的标准 好像都是负的 那你就知道 你今天是什么造型了 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我说的对吗 对 你不方便人看起来没关系 你自己都心中有数吧 同学 每个人大家心目中都有数的 你可能是 我在这写画 别人看见 然后你要是都是家的 那你就知道 你今天什么造型了 这两个 因为有人算 你身边最好的 是个朋友 他们的平均收入 就是你的收入 每个月子 他们的平均收入 就是你的收入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 人要想保持 永远正念积极这种态度 跟你身边的朋友 这个环境 有没有关心 有没有 有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来 非常重要的态度 叫坚定的目标感 坚定的目标感 越南的伙伴 你能玩游戏吗 我们只是 我们玩游戏 我们玩游戏 在越南这个游戏 叫什么人呢 应该 联军的 联什么 联军的 玩这个游戏的来 举高举实 我看个来 就这一点 已经冲着暴露了 你们的年龄了 这个游戏 我非常 在这里 我给大家看个视频 一个哥伦比亚 一个运动员 一个运动员 练取重 你看看他 到多少岁 他实现他人生的一个梦想 你包括最近 世界的过渡拳王 重拳的拳王 张志军 我们中国河南人 四十一岁 这次拿到了 你看咱们公司 为什么叫冠约 也是有个追求冠军的梦想 我说对吗 飞格罗亚 04年雅典奥运会 他自己不行吗 是不是不行各位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后来08年 北京奥委会呢 根本是惨不忍睹啊 团队伙伴不相信他 教练埋怨他 连整个国家都指责他 你就告诉我 就是面对这种情况下 谁受得了各位 就你想想今天你在的部门 伙伴们不相信你了 你的部门经理呢 也埋怨你 甚至连董事长呢 也指责你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都想离开官员 是啊 是不是 他呢 举全国克罗亚比亚的人 没有人去相信他 而且医生还宣判 这些脊椎弯曲可以结束了 大家放不放钱 够狠吧这人 对吧 然后结果 这个英国 2012年英国奥运会 直接拿了银牌 拿了银牌 今天也够交代了 我说对吗 你看我对我的祖国有个交代 但是他依然也放弃他的奥军 奥运会的冠军梦想 我说对吧 614年礼约奥运会吧 最后你看他176公斤 直接打破纪录 把他举起来 拿到奥运会冠军 那年他33岁对吧 从21岁到三 从 这个 30 29 31 16岁 对 你看16年的时间 从他第一刻开始 人生的梦想开始 他坚持着16年 最后直到他实现自己 没有退路的时候 就只能舍命创门了 所以最后就我坚持了 坚持下来之后呢 最后我把这个奶奶 接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干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 风和日历还好 最害怕 后面一点种下暴雨 我还说 为什么 西游记 唐僧曲经 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称佛 断练着 是不是逆境上 对 同意吗 是逆境上 所以说你会发现 唐僧师徒这四人 你会发现 为什么孙悟空 当不了领导者 原本是没有领导能力 什么 不是他原本是没有领导能力 没有领导能力 经常失去热情 经常失去热情 来这边加五盘 那边加五盘 这边加五盘 其他伙伴 你们得积极勇业起来 我告诉大家 师徒这四人当中 为什么孙悟空 他当着没到 孙悟空也好 猪八戒也好 沙和尚也好 我告诉你 只有唐僧能当不了 是因为 只有唐僧知道去哪 同意吗 各位 认同吗 只有唐僧知道 我要去西游取经 对吧 孙悟空不行 就回花火山 当美国王了 猪八戒就回高楼庄 只有沙和尚很冥逼 不知道该去哪 可以吗 就趁大家 你们别赞 所以一人就 你看师傅说的对点 你看达师兄说的对点 二十修师的对点 大家就这一句才能 董不董一个位 所以这一点大家应该记住 领导者一定要记住自己 要去哪里 好 来 我告诉大家下午好 好 怎么感觉好像少一句是 以后在我的课堂 大家回应一句好就可以了 好吗 不错 各组每组加十分 每组都加十分 成长了都 那一定要把你们想要的这种决心要表露给你的领导 要表露给你身边的人告诉你想要 能听懂吗 不用说我就按按针 你不说是可以没人知道你想要 你就看啊 市场上鸡蛋卖的好鸭蛋卖的好 鸡蛋卖的好 同意吗 那鸭蛋卖还是鸡蛋卖 鸭蛋卖 鸭蛋卖 同意吗 那证明鸭蛋的营养各方面应该比鸡蛋好 我说对不对 但为什么鸭蛋就卖不过鸡蛋 这跟鸡鸭有关系 你会发现鸡一下子 咯咯咯咯咯 到处叫去 到处下那个 同意吗 同意吗 他到处吆喝 是还不是 鸭都不行 走到那儿是鸭鸭鸭 咯下来再走吧 他不会吆喝 同意吗 同意吗 他做什么傻事 没人知道 总当雷锋 我说的对吗 所以说你看 在市场上鸡受欢迎鸭受欢迎 鸡 所以说以后我们做鸡做鸭 鸡 鸡 鸡 我们这位没人聊坐鸡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你太棒了 来 加五分 感觉做点自我潮本人来讲 真正好 4 加分的就一大房 OK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 你的企图心 一定要表露出来 对吧 你要 你看啊 你永远记住 比如说你就跟你的领导说 比如说你的领导是 黄东说黄东 你说我如何才能成为你这个位置 能听懂吗 没有 有名人说我如何才能成为你这个位置 那他会告诉你 那第一 你得像我一样至少干装你 第二个你必须从基层做起来 第三个你必须做出什么结果 他就会给你名寸一个晋升的路径 我说对吗 他不会说 同步和音 同步和音 他不会说 他不会说就换掉他 对 他不会说就换掉他 对啊 你得知道吗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啊 你看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未来在公司 我要把这个晋升国际关系 我们要变一下 在中国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机制叫什么 叫师徒合伙练练制 所以你们海底刀成熟吧 海底刀它为什么去会发展 就是当店长的人愿意培养第二个店长 那这跟机制有关系 就我培养你 将来你一定跟我有关系 你就愿意培养的人了 我说对吗 同步和音 咱们以后要设计这样的路线 愿意让大家 把你的好东西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看 你看人都说不愿意 那啥呢 你这个人不行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能够改 能够提升 能够进步 单独教的 一起吃 一起碎 这是第一点啊 有的时候大家记住 人家不教你 那一问问的 人家为啥不教你 他把别人熟到 他也要杀 我说了 咱们传递正能量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学会反求诸己 有的时候人不教你 我们也要从自己自身上找原因 那你说我们今天 求别人教的东西 咱牛轰的闪电的 那就不太好了 我说的对吧 既然我们想要 从别人学的东西 我们就拿出我们自己 先学态度 那同事人的态度有了 你该教胸怀格局得更大一点 胸怀要大 胸大只能勾引人 胸怀大才能吸引人 是还是不是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成长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 想成为冠军 你就看举手的姿势就知道了 有人就这样 咋的你怕我 飞离你手啊 举高举直我能看见你 我说都对不对 所以说我说了 成年人的世界 你的行为就已经代表了 你的想法和结果了 对吧 说再多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说举手都能看出来 你的这种状态 是不是各位 对吧 所以说永征第一的这种企图心 你又表现出来 我告诉大家 我都说过八百六十遍 只要你们让天明老师开心 你就可能加分 所以说什么水啊 纸巾啊 水果啊 加五分 但阿菊还没在组内 我都给他加分了 阿菊加分没用 我说对吧 训练你们什么叫一流的敏感度 还有这第二个啊 第二个 该动手就有动手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你看总七八百万人做 混水果于各方面有 那不行 我要看着人员的变中 我要看着你们各 谁有各路的手腕 主要动手 哎呀 那个老师 我得争承度 跟对的人我们忠诚 不对的人 你可以不用忠诚 因为谁也不可能 跟谁忠诚一辈子 我说的对吧 对 同同一位 同一位 谁也不可能跟谁忠诚一辈子 这点点的记住 包括你们组 我每个队你就记住加分的人你们给得标上 到时候到你们组分钱的时候 我结的也应该按谁顾欠的分数多来分钱 我说的对吧 对 对 是啊 是不是 是 这样就可以抢人了 对吧 尤其是这个到明天 谈到这个 业务技能的时候 就是这一点啊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核心共处了 该发费信发费信 该勾引就勾引 不能 该挖人就挖人 好了啊 最后永生第一的许多情 好来第五个 以前之所以我们没有快速拿到我们人生想要的结果追求成功 是因为我们借口太多 所以说你看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 就是很多现在变化已经很多了 但是你看 不找借口的感觉好还是不好 好 人不找借口执行力就变强嘛 对吧 你看黄总你应该非常清楚了 中午里面里走找不找借口应该是 找没找 找了吧 我们就两人结果你看 我说 必须执行 你看一种立刻画长 不找借口的时候 实行力强强 对吧 所以说真的是宇宙这个定律啊 黑八奇迹就这么诞成了 你们要让他拿个冠军 我告诉你们脸的面就是罢了 他已经上不可没来呀 同意吗各位 同意 是是不是 是 对吧 可亲了 老师要多注意一点 经常我们自治愿发言的 没听到 所以我们很耍这个 我刚才说了 借口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你声音可以完全更大一点 你看看黄总今天上来 喊这个口号的时候 就说说借个麦克服 多聪明啊 哈哈哈 对不对 你就实际发声的实际函 我一定能听啊 对吧 还怪我听不到 不关于录你的 扣分 哎呦 哎大家记住啊 当好的时候来联系的时候 他就享受他 不好的时候来去接受他 好不好各位 好 绝不找任何的 有不行的 那肯定到底是请假呗的 我说对吗 但一人来干什么 训练 对吧 完成目标 对吧 所以说就创作出一座伟大的故事 激励了全世界很多人同不同意 对吧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备受激励是很好的 啊 备受激励是很好 所以说今天你就会发现 你会问黄总他找借口吗 黄总创作关业的时候 他找没有找借口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面对喝酒 面对客户 他一定是先冲上去吧 他从年龄 各方面来讲 身体来讲 他找过借口吗 没有 没有吧 所以说你们啥时候 听过黄总找过借口 你就知道 这就是承诺人的特质 不找任何的 借口 对吧 那就在身边的学 还在学不会吗 对吧 那借口太多就完蛋了 认识人家借口太多 人的能量场就会丢失 对吧 你看啥时候喝酒 他喝第一个啥 都喝成啥样了 新冠都不得 病毒到底什么 这人没借口 快点快跑 对吧 各种病毒照到走 你说神不神奇 有的时候解释得通吗 解不通 所以说企业 正确缺少的是像那种领导 不缺管理者 理解了 领导者什么 你想 在中国啊 有个叫共产党和原来的国民党内战 你们知道吗 最后是共产党赢了还是国民党赢了 共产党为什么不赢 因为共产党永远是领导者 而国民党永远是管理者 管理者跟领导者最大的区别 你就是上战场的时候领导者一定个人说跟我上 他自己先拿枪这样冲上去 不怕死 对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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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看他不怕死 后边人也跟已经冲了 同不同意 就你看它造型的势能 你就还怕你的躲 国民党不行 你们给我上 你们上下 他让你们上他往后撤 往坐飞机跑台湾去了 就那么公开 能不理解 所以说在这里面对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祖国中央大户 你赶紧就转到大户里去完事了 好了 所以说大战进步一点 我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要铭记着 我们不找任何的什么 好了 第六个 寻找世界级的榜样 你工作上的榜样 就是在外院你们部门里的榜样是谁 在这个企业当中你的榜样是谁 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榜样是谁 在你人生的追求的旅程上你的榜样是谁 大家一定要找到你人生的什么榜样 找到世界级的榜样 也就是你要了解最好什么样 只有知道最好 你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同不同意 对吧 你一定要知道最好什么样 你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所以说每个人人生你的榜样 对你的影响 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基地作用 如果你说你没有榜样 那我告诉你 就证明 他可以是明星 也可以是球星 也可以是身边的人 也可以是你的父亲 也可以是妈妈 你认为 然后一会儿我会选人来回答 你的人生榜样是谁 你为什么会选择他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选人来回答 对对对对 met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棒了 来 加二十了 谢谢大家 对吧 尤其是大家知道在过院很忙的 你看阿湘两个小孩没有时间照顾 包括老公可能也会有一些埋怨或怎么样 但是婆婆九年时间没有说过阿湘一句话 对吧 而且包括她小皮子 也好人家也是非常包容她的婆婆 我说对吧 其实在我们中国呀 我不知道在越南什么呀 在中国最头疼的就是婆媳关系 是最痛苦的 婆媳关系一吵的话 我跟你说夹在中间那个男人基本上就疯了 对吧 所以 我们的男人的人特别好啊 所以阿湘夹二十分啊 特别好 太棒了啊 好 来 第二个别组来分享一下 来 刚才是她第二比第三 来 各位老师 各位领导 同事 同事们社务好 我是爱丽 第四组的 那我就分享一下帮你那个榜样的那个 对我了解的 呃 其实那个榜样的对我自己的话 就 我有两个人就 呃 会那个 会服的是两个人的 呃 第一个是如果工作上的话 就我就很在服那个林总 是 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嘛 是很厉害的 真的 我说的话 因为呃 怎么说呢 就工作上的话 我 我跟她在一起的话 就我学了很多 我 我 我想到那个她 她思想的话就 很好的 就走前面的 然后她跟我分享的话 也是很真心的 就跟我分享 呃 对我不管是公书 就说还是我思想的话 我就对我就很多的一个帮助 是 这个这个我心里就最多的 然后第二个人的话就是 呃 我妈妈的 是 就是有 有很多心理 我就 没有跟她说 那心里的话我就 我跟她就很追求 还有那个很爱她 因为她从小 呃 三岁 呃 妈妈就 分开了 就离我了 所以她 从那个时候 就是其他小孩的话 都是 呃 让妈妈去性疼嘛 或者就上科 什么样的 那她从小的话就是 就 她不选没有上科的 她自己就去 赚钱 是 她想很多办法就能赚钱 然后养 养自己的家 嗯 是 她有个妹妹的 所以 从小她就 呃 她就买那个菜啊 还是就买一个猪肉啊 反正是能赚钱的话 她就会 会做的 然后 到她结婚 她有小孩的时候 以后 她不管是 生活上是什么困难的 她就没有给我们的看到 很大的自己的压力 然后就都是给我们 做最好的东西 所以就 长大以后我就觉得就 我觉得很厉害的 所以以后我也是会 怎么说呢 我就学大的那个 就是 遇到的不困难 就是不说出来 要努力的 然后就会保护自己的家庭 要呃 怎么自己要做好 然后就家庭也是会 为了家庭更好的 这边做 非常好 好 来 来 这边你看啊 其实 中国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你会发生 非常好啊 来 下一个还有哪一組 来这一組 好 是呢 好 我说一下我的 榜样是 呃 我认为是每个人 呃 在每个 街坊是 都有很多的榜样 但是 对我来说 现在 我的榜样就是 我老公的 呃 我分享一下我 我们的 谈恋爱的故事 就是那时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 然后 呃 呃 我现在的老公是 呃 有年纪 我感觉是有 很有缘分的 就是说 他跟我学 同一次 同一个 学校 但是那时候 我跟他没有任何什么关系 他已经出去上班了 那时候 我们才认识 哦 呃 我们是谈恋爱三年 都是他去外面上班 是很很少见面的 但是 那时候我是二十三岁 我来外院是半年 我就结婚了 有很多人问我是怎么结婚的 那么早 然后 我也是很 实际一个人 也不是说 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比较 感觉是红色的 那个生活 没有的 然后 我 我听我老公分享 就是以前 他 小 小的时候 他没有感觉那么幸福 就是说 呃 我他爸爸 就是不爱他妈妈 就是他们结婚就是父母 然后 要求他们结婚了 不是说 谈恋爱的事情 然后是他偶尔被爸爸打 嗯 嗯 但是我 嗯 家庭是 比较 反过来是比较幸福的 然后他 他家庭是很穷 不管什么 不管什么是他 他 是很 就是说 没有 从来都没有放弃 就是很 努力很认真学习 啊 啊 啊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听呢 我 我的老师啊 或者 呃 他的邻居 提到他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 这个人很胖 很棒 很厉害的 然后 我 我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请假了三天 后来我去出差 就是每个 每天的都是从 呃 早上七点 到晚上 九点 十点 我再回去 这个 一个礼拜五 没有在家里 吃一个 吃一顿饭 刚结婚的时候 我 我 我婆婆是问她一去 就是说 不知道我 工作怎么样 是天天是 那么晚天回来的 她 她是回来 是这个是 我特殊的工作呢 就是她也很远接我 所以可是现在 我已经结婚了 四年了 她从来的我 我都是天天是 就是回家比较晚的 而小孩都是给 嗯 不过是 照顾 她 我不是说 我姑 我收入是比她高 但是她从来是都没有 都是很自我 的 有时候就是她 我是 晚上一点 两点才会去 才会到家 呃 她有点 有点 委屈的 呃 然后她 她 我感觉是她 呃 很多的 呃 句话想跟我 讲 就是想 妈我 还是怎么样 但是 在我面前 她是 说不出来的 呃 她也知道是 呃 很 我也很有 有压力的 所以是 我是 没有 呃 我是永远 有人是 跟我说是 为什么早就结婚了 但是我已经找到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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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看人家老公把她给 还想听些踢她的 是不是 哈哈 瞅你哪个老公的鬼呀 哈哈 好了啊 好 非常好 来加十分啊 来 看哪一层的分享 谢谢刚才各位同事的分享 哈 因为刚才各位同事也是分享的 家庭事业上的 然后呢 我现在想 呃 说一个我的 分享的榜样 我 我觉得榜样 因为我 我这个榜样 比较 比较另类 因为都是 呃 中国你知道 这个抖音啊 网络啊 它是 这个推送是很多的 所以我 一个榜样 我觉得是 现在一个 比较红的明星 哇 哈哈 是真的 这个反应 我先说一下 肖战 他因为他是很多才多艺的 因为他是一个美术生 然后他从29岁做一个演员 到今天 到一个世界知名级的演员 还有品 品牌代言 这是很多很多的 他在这个 几年时间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这个人 变成现在 所有 目光 所下 我觉得他真的很优秀 因为他家庭也很好 他 也很早就做老板了 所以 他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 他是一个 起点很高的人 但 但他都是很努力 就好像刚才 听明老师说的 就说 他的出生是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 肖战真的是一个 传递很正能量的人 也是我 心目中 很好的明星 你知道中国 很多明星 他是可能负能量的 但是在这一点里面 我从我 都是这个 娱乐村的人 所见的明星 大看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人 谢谢大家 来 加持人 李董 您喜好会儿 太酷了 太酷了 后两次没机会了 不是所有人 都在等待有机会 永远后两次没有了 好了 所以说在这里边 大家一定清楚 这个榜样 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力 大还是大 大 非常非常大 真的是非常大 你看我的 我榜样是刘大华 太努力了 我的天 他你说 四大天王当中 你说他唱歌唱歌 张旭勇 跳舞跳波 播不成 身高景象 还不如李明 我说对吗 各位 对 但是你看看 他呢 有一次班展节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跟张艺谋说的 张艺谋也是个中国的国师导演 奥运会 就是他导的 08年北京奥运会 就是他导的 他说 我们上次拍的电影来讲 是十五年前 然后呢 你现在才来找我 你真的想去我 能红那么久吧 所以说你看 刘大华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 这个 红一年呢 叫网红 红屋这个五年的呢 叫这个明星 能红一辈子的 就叫刘大华 能听懂吗 刘大华 无论是他的努力程度 还是做人来讲 他都非常非常厉害 有一个名称叫张美健 你知道吗 当他人生最难 最困惑的时候 连自己的房产 都被冻结的时候 他第一个找到 就是刘大华 刘大华把钱借给他的时候 帮他成功翻身吧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 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该怎么感谢你 然后刘大华就说 我今天这样帮你 将来有人有困难的时候 你也这么去帮他 就可以了 所以说刘大华真的是太勇了 尤其他劳工急的 人品还好 还讲疫情 还有才华 还有努力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 现在务实勤恳的人 真的太少了 所以说 刘大华就是我的榜样 所以说每次 我 疫情之前 原来2020年 我去马来西亚 看南演唱会 结果赶上疫情就去不了了 所以我希望 今年他要开演唱会的话 我一定会去的 否则我会遗憾 因为现场 这个榜样一定是能驱 驱使你成长和进步的 这种榜样才真正有力量 而且你为什么样的成绩 榜样你自己去说明白 你自己说不说明白 你都是假的 对吧 它到底哪好 哪值得你去学习一个榜样 这点大家一定要明记 成统荣威 加油 好了 转到世界里面 来第今个 叫 顾客至上 企业至上的信念 顾客至上 企业至上的信念 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 大家一定要有用户思维 跟平台 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 大家一定要有用户思维 跟平台 你喜欢的事 聚焦一件你最喜欢干的事 你喜欢干技术 那你把技术给他干的最好 对不对 你喜欢干销售 你把销售干的最好 对吧 你俩技术跟销售结合起来 不就是产品经理吗 所以说在咱们公司 技术跟销售之间 你俩没什么深仇大分 但是为啥没人投诉他 便宜 因为便宜嘛 对吧 所以说当你人生 真正脱离场景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们知道现在 中国现在 连锁店最多的市场 不是三分一来文 不是一家 不是海底包 连锁店最多的 确实是陈光 卖文具店的 七万五千点 说陈光文具店 怎么活成这个样子 不可思议吧 因为他发现问题 现在的学生 他们需要第三空间 否则很多学生 要么学校 要么家里 同意吗 所以他们首席 学校还不知道哪 怎么办 陈光文具店 帮他们收藏手机 虽然他们有了第三空间 陈光文具店 就是他们的星巴克 能听懂吗 平均每个孩子在那里 只好待三十分钟以上 到那里面聊聊天 哪个班人男生最帅 哪个班女孩最漂亮 然后你最玩什么游戏 然后在那里捅一捅手机 然后差不多了 然后再去学校 所以说陈光文具店 变成了他们什么 第三空间了 相当于星巴克 有流量的地方 就会买点这 买点那 听懂吗 就陈光文具店 甚至卖冰淇淋 卖冰棍 都卖得比文具还要赚钱 你说神奇不神奇 哎 所以这时代变化的速度 我告诉你 太快了 你都不知道下一个出现是什么 你包括你看我这次来越南 就我看着来 冠军的客户多步 那不太苦了 大脚步 上次那个男总 深圳百分反 那个张总 对吧 都跑越南建坎了 那在中国国内都很知名的品牌了 所以说竞争一定是越来越激烈的 不用想 蛋糕真是不大 看谁切走多少块 拿走而已 那我们做什么 我们以前来生这么早 开一个最顶尖的iPhone 就开在河内中心 年轻人你看到来 过过来打卡 卖照片一天都卖疯了 因为你要满足大家社交需求 现在年轻人还喜不喜欢拍照 喜不喜欢发朋友圈 哎呀你怎么拍呀 找到书还得来换月 你这是书票呀 同意吗 对吧 哎呀我告诉你 一定记住 你们才是主流 一定正主流的钱 三场 我刚才说打法的机会 对不对 开出了新赛道 你当然超过你好不好 掌声中报吧 这回我想说 你得重新选赛道 你才能干过它 弯道超车 是这辈子没戏吧 能听懂吗 你必须以它为保样 同时以它为目标干过它 你不要忘记 它签字 你来对市场的 你签字把它送走的 好了 来第九个 叫绝对忠诚 有机会回国内听从讲课吧 绝对忠诚 这个忠诚来讲是忠于自己 对自己 对自己人生要负责任 一个对自己都不忠诚的人 不负责的人 你想想他会去忠诚别人吗 没有没有 所以我永远说句话 不要不想着先去帮别人 帮谁谁 先把自己过好了 你才有条件的资格帮别人 明白吗 自己成年要饭 总想去帮别人 你扯他 让自己先负起来 像我们李念迪总是吧 对不对 然后才有条件去帮别人 是是不是 是 对吧 所以说自己性变得强大了 对自己忠诚 对自己负责任 所以说对自己忠诚来讲 就是深耕 可以 因为在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时间长了 永远有上嘴唇有下嘴唇的时候 同同意 同意 任何一人在任何家公司 干三五年以上的 多少都有抱怨和负面 同意吗 同意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 对我呢 就非常非常的不爽 也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天 开森 知道他是个人才 完全开始勾引他了 能知道吗 能不能理解 然后他在我这还受了点委屈 那边还一顿夸发一顿勾引 你说这时候他耍不耍皮贴 耍 耍还是不耍 耍 然后他就来到开森的公司了 听得懂 然后开森的公司呢 他是董事长 他也成为故隶 为啥呢 因为他也有这样的总经理 刚走 比如他刚走 能听懂吗 然后他就能找一个 有厉害点的总经理来 那正好他就相同他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思考问题 他是总经理 他是董事长 他是副总 他是总监 他是经理 他是主管 他是员工 听懂了吧 他跟你干了十年走了 他干了八年 七六五 听懂了吗 这个时候他走内阁起 是不是他觉得总经理应该是他了 是 同意 总经理走那天 是不是副总觉得下个位置应该是他的了 是 同意 所以他走那时候谁最开心 副总 不是 不是 都开心 因为他觉得他行 他是他 他是他 一串的 同意吗 本来一天是他看不上他 他看不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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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们呗 你看 都说出心声了吧 对吧 说这不行那不行 都往上的 孙年他离开那阁起 你们变成好朋友了 甚至出去喝一会儿 听懂了吧 庆祝一下要进城了 这时候星星你说你来了 你咔嚓变这个位置了 你觉得这几个人会配合你做事吗 会 恨死你了 尤其他敢把你了 他再有能力 底下人都不配合他 你说他能干好 可以 很难 很难哪 我说的对吗 对 虽然因为不是说今天你在这离开了 你到下一个平台就应该好了 你到下一个平台就应该好了 你到下一个平台 你能活下来的问题都很重要 我说的对吗 对 对 同楼 对 因为你要在这儿坚持住 你在这儿干的话 你放心 再咋的别人叠 只要你在那儿叠上来 我说对吗 对 你卡住这个位置 然后不断地去精进自己就可以了 我说的对不对各位 所以说为什么叫深耕啊 一定是深耕 深耕永远是 你永远记住一点 是最聪明的方法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 深耕永远是最聪明 看似很笨 但是最聪明 不可能在观月干一辈子 但是你离开观月那天 一定要学会感恩这个平台 因为毕竟他曾经培养了你 是啊 任何平台一代新人换旧人很正常 中小微企业永远在难以招聘 大企业永远的难以如何才人 所以在R 好了 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十大态度 这十大态度你都能修炼成功的 你就已经具备了至少是世界一流人才的50%的态度 第二个 能力 最为卓越的人才 把小事情给我做到最好的能力 很多人面对小事情愿不愿意做 开个车啦 接个人啦 端个水啦 对吧 就不愿意干 往往这些小的细节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的 我们讲究超级敏感度 因为你看 任何来讲 你关注细节的时候 你就懂得察言观色嘛 我说的对不对各位 对 什么样的事该说 什么样的事不该说 对吧 就像今天 我说的 在公共场合永远说什么话 说捧人的话 在私下里一定说什么话 给他建议的话 听懂吗 这种一定要具处 千万不要说在公共场合说人家 情商太平 明白了吗 就我昨天讲的故事 一只乌鸦 不愿在北方待了 又往南方飞 他觉得北方人太不好了 撑天骂他 拿舌头打他 飞到一半的时候 遇到一个白色的姓哥 姓哥问他 乌鸦乌鸦你干什么去 他说我不能在北方待了 北方的人不好 他们总打我 总骂我 我要去南方去 南方人好 那姓哥说没有啊 他说我觉得北方人挺好 他们从来也不打我 从来也不骂我 他说那是为什么呢 他说你还是从自己自身找找原因吧 他说你看你首先长得就特别黑 给别人感觉心情就比较压力 形象上已经给别人低音像 不是很好啊 观念你还是在嘎嘎嘎嘎 喊着叫 你说让人感觉心理就更烦不起力 他说那以后我该怎么办呢 那首先先闭上你的乌鸦嘴 好 刘姨你看那头型多亮啊 对不对 希望你们这两组能像你们的刘公来讲 原来我知道是非常热血澎湃的 我跟你说 我以为那时候 他虽然长了50岁的面孔 但是18岁的身体和心脏还是清楚的 对吧 哎 那组也是啊 我觉得你们也是 你头型那么亮 状态也应该更好 是啊不是 认 不能现在就认输了吧 不认输 哈喽你们还在吗 在 不认输啊 不认输 我发现你们说不认输可自信了 他们说不认输的时候说的特别自信 我就说当你说自己不自信的时候 怎么说的那么自信呢 太有意思了 好了 所以第一个把小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 这个很关键 所以说你看在中国 有一家餐饮 叫西贝 不知道大家是听没听说过 没有 西贝 有机会来到中国 一定 将你的中国的部门领导 带你们去吃一次西贝 西贝的优面来讲啊 我告诉大家他们的服务做的是不可思议的 我就告诉你一点就行了 首先你去西贝吃饭 你点完菜之后 他现在进化了从200多道菜 进化到33道菜 广告里就这么设计的啊 闭着眼睛点 倒倒出来 也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什么 能力 也就是你善于抛问题 但你不善于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关于所有的家人 咱们真正面对关于今天的问题 你们每个人出一个建议方案的话 这些问题就没有一个答对 再今天给你们普及一下 三十六计的计指的叫计算 听懂了吗 每一个都是有算法的 都是结果布局的 所以说孙子的计划叫出必战 战必胜 胜必战 先一定是 我今天一定是 算是我用了胜我才去做的这样 否则我不干这事 那这些东西原于什么 原于规划 所谓的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中国战略的神奇 那是因为让这个电视剧更好看 听懂了吗 所以它叫三国演义 它不叫三国志 我说的对吗 真正的人去学三国志 而不学三国演义 三国志当中 你才知道真正的曹操的雄涛伟略 才子佳人 对吧 它并不是说大家所看的那样欣凶狭隘的 那怎么可能呢 那也是一代枭穷啊 认同吗各位 认同 认同 对吧 你这看过三国志 你才知道 刘备不是每天哭哭哭啼啼的样子 对吧 那也是硬汉的 对吧 那也是硬汉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创造结果的能力 因为公司永远以结果对英雄 认不认同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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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魅力是,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对方积导的招数就叫洁晨道 所以我为什么最近特别喜欢看UFC UFC的格斗来讲,那你想想吧,啥招数可以用 只要对方降服就可以 其实他就洁晨道 你看韩国的台晨道,这家可以耍的呱呱呱 好不好看,好看,耍完就给一拳,多,倒了 对吧,一拳不是倒了,没有实战能力,花里无少的东西不行 你说你销售厉害,比如说,老师我做销售来讲,我谈判成交很难 那你搜集资源的没强,那你就给我搜集资源,我说对吗 同意吗? 我说你是真有招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那你就负责说谎吧 同意乖,您在整个营销环节当中 你一定说是你最厉害的点是什么招 那你说我技术厉害,泛人客户有抱怨的素 有这个抱怨来讲,只要我出手就一定能解决 甚至抱着我的名字都解决了,那你太厉害了 啥叫高手,江湖中有你的传说 所以理工你要做到这一点 对吧,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的武器是肖战的 对吧,江湖有传说,就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是理工负责的,那这事解决了 他,我说他,背书啊,这就是最牛的背书 听到了乖,你就看看你问问李林李总 我只要带过的兵,他认为好不好 对吧,那我告诉你训练呢,体无万福 这汤轮能活下来已经,我告诉你,你就不准备了 所以抱团的能力,团队抱团,也就是文化统一,能力互补 这个团队才可有 不要要求每个人都厉害 你就一样不厉害就可以了 接受别人修正的能力 勇于接受别人修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包容万物 嗯 你知道接受别人修正的能力,会锻炼出什么? 就伟大的领导力 接受别人修正的能力来讲,会懂于什么? 两个字 体会 成整 我就看谁能把这两个字给我说出来 总经常愿意接受别人修正的人 他,他会有领导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字 搭团,搭团吗? 任机 偷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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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觉得很厉害的 我说,王总啊,你今天收了 这个人家是你 这是什么感觉 比如说他今天是我的下手 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 真实 叫示弱 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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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力来讲 记住,不争,示弱 道歉 不争,示弱,道歉 不争,示弱,道歉 不争 你说你一个部门主管 春天跟你体验 交流员正业 就好了 这事 好不好呗 好不好 好不好 怪不好 接受别人修正的能力 大家记住啊 不要害怕犯错 记住千万不要害怕犯错 错了再改呗 改完再犯 千万改亮 对吧 大家记住啊 因为你做了啊 勇于犯错了 如果说我们 因为人 大家记住 培养人员需要成本的 所以大家去允许你犯错 在这个身份性来讲 比如你来的公司 三到六个月 是允许你犯错的 你把错误能犯 尽量去全犯就好了 犯完之后 咱们修正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刚刚的人才 所以不要总担心犯错 也不去做事 那就麻烦了 千万不要担心我犯错了 是不是会怎么办 没事 只不犯法就行 不犯罪就行 犯错 没事 你要犯法这事 犯罪这事 谁也救不了你 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 所以这点要清楚 接受别人修正的能力 好了 来 第六个 自我激励的能力 自我激励的能力 激励 在这里边啊 自我激励的能力 我给大家看一个 华为的短片吧 行吗 你们就看就完了 你就看到华为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顶尖的企业 是因为人间感动 如果你看完也感动 麻烦大家一会儿 想起热热的掌声 好吧 看见了吧 所以说我说了 没有见过最好 你就不可能做到更好 所以说你看 刚才两个小伙子 去非洲开发市场 非洲 拒没拒绝的 拒绝 三次一个嘴 一个巴掌 获得了一线成绩 给他多长时间 一周可不可见 YES 你看 他能做到 我说对吗 最后他这一个动作 他那一个主动出击 如果别人拒绝你就走了 永远记住客户允许我们出问题 所以为了咱家的技术跟销售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客户允许我们出问题 但是有时候客户看你出问题 你们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得漂亮 就是分上加分 同意吗各位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如果你们问题不解决 互相推脱责任 最后受伤的客户 再受伤就是我们企业 我说对吗 所以说这个时候解决问题 你看看 没有吃 被部队拦的人没办法去 走着去 感动到什么程度 他底的员工都说 boss有个子弹 我就愿意被你去死 我说的对吗 同意吗 同意吗 而且你看 顾客已经发飙成这样子了 被罗拉死创死 就是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对吧 然后他拼命努力 最后客户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又看出一个味 你兑现了你的诺言 我说的对吗 是不是又加分了 同意吗 你看 这就是一级人才 他们永远干解决问题的事 以兑现你的诺言 包括布鲁斯设计 那个顾客的设计大奖 对吧 你看他一开始 就是永远记得 大家不要纸上谈平 凭空想象客户怎么样 他实地考察之后 怕那么高饼的时候 都别人撵着他发现 原来设计的东西 要以人为本 我说的对吗 最后你看说 2014年获得了 德国那个F什么设计大奖 同学们 连公司最不起眼的一个会计 他来乘财务 每天都在想着 帮公司解决税这个事 我说对吗 连女朋友都不理他了 有的时候你看 男女朋友家人对你的不理解 其实很麻烦的 你看但他依然选择 面对那么大谎骂的事 依然去解决 最后帮退了一个三千多万的税吧 是 五年是 你看哪一点 不是一个公司的创作结果 是一流人才的标准 所以说冠业 我们所有的伙伴 我们的对标 就是一流的标准 因为只有对标一流 我们才能成为一流 同不同意 同意 对吧加油 好了来第七个 成为专家的能力 三年成为专家 五年成为行家 十年成为农家 所以说在各个领来讲 你要成为你行业的专家 也就是各个部门主管 你要能给你各部门来讲继续培训 尤其是能给新人培训 未来讲 整个官业集团培养人这块 一定是放到重中之重 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业务能力再强 如果你不能培养出人来讲 也算你不强 你挺着走明星路线 你走不了未来的晋升的高管路线 也就是这种人来讲 你未来顶多能拿分红 但你拿过股份 听懂了吗各位 哈喽 你们在吗 在 所以说培养人的这种能力 未来大家一定要加强 所以只要我在冠约 只要我在这 我一定把这个指标作为重中之重 一定是重中之重 你跟我想吧 我不管你曾经多牛 只要你帮流导 你不能培养人 对不起 那你可能就竞争不了 就跟加强是一样 因为机制我定 听懂了吗各位 听懂了 听懂了 哈喽 你们在吗 在 好了 来 第八个 叫敢于PK的能力 敢于PK 敢于意义亮剑 敢于对标 我们怀开心我们经理 你烈很牛 那你敢管向他的部门发起PK跟挑战 对吧 谁强又向谁PK嘛 虽败犹容嘛 你一种烈台 那你们就挑战他 对吧 先跟高手过过招 同意吗 同意 你看我在中国我招聘的时候 我在帮别人做 我们做了一个 人力自然的那个项目 去帮别人做招聘的事 那我先把工资定到 当地最高的工资水平 当时老板疯了 他说田老师 这工资比我 比我董事长工资都高 不能这么定 我说你先别着急 我不能按这个工资给 我先跟市场上最高的高手 先过过招 看他什么造型 能听懂吗 别人都给2万 我就给5万 你说会不会吸引高手来 会 会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来一聊天 说句其量 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同意不乖 了解很多行业 我说一个好听的 拿着招聘的这种 噱头 请他来给我做上去去 能听懂吗 面试时吧 你就知道 他的真正 这个行业的段位 到底在哪 了解吗 然后再去找你自己 真正的小的人才 当你再面 面对比 再低一些人的时候 你什么都懂了 什么也都清楚了 然后也就是说 他的什么段位了 你该不该用了 他应该用在哪里了 这就是选人与用人 能理解吗 理解 听懂吗 听懂 所以说今天大家的学长 跟高手先PK一下 先跟他过过招 看看你自己在神的段位 对吧 要敢于PK 对吧 人生就是一场PK 从你初成那颗起 你父母就拿你来PK了 对吧 神仙走路了跟PK一下 神仙说话了PK一下 神仙上幼儿园了PK一下 神仙上幼儿园了PK一下 长得好不好看PK一下 上学了学期好不好 还跟别人PK一下 考不考上大学来PK一下 大学毕业了找工作又PK一圈 然后最后找男女朋友又PK一圈 然后解婚的时候 嫁得好 娶得好又PK一圈 同学们乖 最后这么老了 要走了 还得PK谁健不健康 对吧 PK还是谁死不快 事实上是 人生四大姓氏之后是什么 死的早了 死的快 不是死的早 成交的能力 同意吗 同意吗 敢于成交这点非常好 这个时代不是装老虎人的时代了 是敢于做动作的时代 黄同音 虽然没有挖走 但这个动作我看见了 是不是开思想 是 诶 是不是 你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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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你让我看见了 你们有动作的信息啊 你挖了吗 我们这边挖了 你挖了一动作 我都叫都没睡 啊 你挖了灯 你看你 你够看完了 没成功 为成功不要关键 要做这个动作 对吧 敢于成交 一回挖不了两回 两回挖了三回 我说对不对 对 对吧 你更好啊 我告诉你 你就告诉你 你要看董未来呀 你没未来 对吧 所以说大家记住啊 来第十个超强的学习能力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冠阅即可要打造学习型组织 未来的会议啊 培训啊 都要去加强 对吧 我们要重振我们二零一九年的熊组 把我们这冠阅团队那一场打造的越来越好 我说的对不对各位 对 同意吗 同意 这样以后我们莫总看出这样的团队是不是有信心了 必须把它背下来 晚上吃完饭这回有事干了 不管几点你都给它背起来 好不好各位 好 好还是不好 好 好 OK 那明天我给大家继续分享什么呢 明天我给大家分享啊 卓越军先达成的十大步骤 到底哪些步骤 很重要 包括十三项试念的准则 你今天你 未来你们到诸管 你们怎么去训练你的团队 十三项准则到底又是什么 然后呢最后来讲会给大家分享哈佛大学的六句校训 这些六句校训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这是明天我们培训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的培训内容就到这了 好不好各位 好 来 给我们下午这期询阅掌声鼓势 那些晚上怎么安排的啊 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找出了游行主人了 好 我们再次来给安掌声送给金老师 我们下午的一项后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的课程是8点20准时开始 迟到倒退扣分 扣分的话是按照人头数 明天早上一个人5分 大家记好啊 明天8点20 因为下午的时候很多人都迟到了 明天8点20准时在这里集合 收到没有 收到没有 好 那我们晚上的话是每组跟每组人一起用餐 我们晚上的话祝大家午餐愉快 等会儿啊 晚上是每组你们要用餐 然后在每组上 你们要喊一下你们的对名和对户 这个是我们开森总 那个今天提出来的 如果不到的 你们组因为今天晚上可能有应酬吃饭的 对不起也会扣分 没办法 所以你们看你们每组谁不到 就把这份接下来 好的 好的 6点 好 那我们可以先下去处理一下工作的事情